今天想跟大家講講兩個題材 一個就是國家法改委宣布暫時停止與澳洲的一切戰鬥對話 另一個就是繼續講講來屆特首的條件問題 或者先可以講一個故事 大家都記得2014年香港爆發佔中事件 到12月佔中暫時平息之後 當時的前特首董建華就想籌備搞團結香港基金 希望找出方法令到香港不再出現好像佔中這些社會運動 當時他就帶領了一個工商專業界訪問團 都浩浩蕩蕩的幾十人去北京訪問 獲得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 在會上就很多人發言說這樣說那樣說很多不同的意見 某個商界大老闆就說到河水不凡井水 認為中央減少些干預香港就會很好 當個研討會散場之後 習主席就走到這個老闆面前跟他說了兩句 就說河流都是有分主流和支流的 這個故事是一個在場的專業界人士說出來的 都很有啟發性 香港人就是這樣了 有時搞一下搞一下 沒有大沒有小 一國兩制 搞到覺得自己一制是大過一國 習主席這個提醒 就是告訴大家 一國兩制都是以一國為大 到回頭那些 那些經常說 河水不凡井水的香港人 很多都不乎香港的傳統精英 他們一種理念 覺得大陸不要搞香港 香港自己就會搞得好 而他們的搞法都很簡單 遇到政治問題 就經常講大和解 意思就是說 建制派和泛民主派 大家談得好 大家和解 開開心心就沒有問題 其實世界不斷轉變 香港是越來越不具備這種大和解的條件 以前只有泛民 後來反對派的陣營 增加了激進反對派 又再增加了本土派 即是港獨派 你跟泛民去談和解 他們只能碰激進反對派 只能碰本土派 只能碰港獨派嗎 固然 中美的關係也變得 美國每天都要針對中國 香港又如何和解呢 要明白有些人都是有老闆的 不過無論如何 這種大和解的理論 在很多人心目中 好像一種Default Mode 即是預設模式 搞來搞去 就會回頭去回這種狀態 就會又說回大和解這些事情 為甚麼呢 我覺得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舒服 不和解 就是代表要戰鬥 即使是政治上的戰鬥 都是很累的 講和解 大家開開心心 杯酒言歡 不用打仗 是一個從政者最舒服的模式 第二個理由是做好人 表面上 如果不講和解的人 好像很好戰 講和解的人 就好像是和平分子 是一種好人 是夹派 很多人愛名 所以就想做好人 想做這些大和解的倡導者 毛主席有兩句名句 叫做 而將盛勇追窮購 不可 呼鳴學霸王 他裏面講到的霸王 就是楚霸王 關鍵我得最好的兩個字 最畫龍點睛的兩個字 就是呼鳴 孤明釣魚 就是楚霸王的特色 他搞了個洪門宴 本來是想對付劉備 最後就心慈手軟 被劉備借尿頓走掉了 最後整個江山都丟掉 孤明釣魚就有這個問題 做好人也都有同樣的問題 好了 我就覺得 未來一界的特首 他都應該要明白 大和解齒路不通 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 大和解對方會食著想 其實過去這二十幾年 已經玩出一套模式 對方就是想你和解 就是想你做好人 就是想建制派不做事 所以一反對和解 那些人就變成左 變成硬 變成鷹派 賦予很多負面的標籤 你一講和解 即使對方都會十分捧你長 說你是好人 所以客觀上就是說 無論街頭的示威 到非法的遊行 甚至暴力的攻擊行為 警察不拘捕 政府不告 法庭不判 結果就越搞越差 個個做好人 搞出天下大亂 這個是大和解路線的最根本的問題 是會被對方食著想 第二就是你想和解 美國不會和解 台灣也都不會和解 香港的政治很明顯 有外在勢力的影響 美國雖然換了一個政府 拜登政府表面上好像思思民民 又說參加國際組織 又說跟國際秩序 但是整套玩法 就是沒有特朗普那麼粗暴 但是針對中國的基本態度 一點都沒有變 無論貿易上 或者是國際其他問題 都是這樣 發動歐洲 發動其他盟國 在新疆問題上 對中國實施制裁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你香港想和解 美國會和解嗎 第三 人心未變 香港的年青人 反政府的思想都很濃 其中一個指標就是 他投票是否會投給反對派 其實早在2016年 九二國立法會選舉裡面 有一個數字已經顯示了出來 那一年的選舉裡面 18至29歲的年青人 他有78%投票是投給反對派的 如果今天投票 我相信是有90%以上 是會投給反對派的 不要以為國安法立了 不要以為改變了選舉制度 甚至學校取消了通識科 年青人 無論教師也好 學生也好 他的思想會馬上改變 我的感覺是一點都沒有變 那麼 在一個人心未變的前提下 你馬上去講和解 對方就會全息成為 咦? 對方的公盡費 其實改變人心沒什麼捷徑 客觀上就是 只是有一條路 就是要大家真是認清楚 政治的現實 重新了解 什麼是一國兩制 要明白一國兩制底下 香港的確不可以挑戰中央 不可以經常都想著 希望推翻中共政府 要推翻這個政權等等 香港人 特別年青人 這個心思未變 講和解 我覺得都是白講的 所以結論就是 來界政府 來界特首 最重要 不是走出一條和解的路 以為這樣就可以帶領香港 重新去到一個愛與和平的世界 但那件事是假的 最重要的工作 仍然是要撥亂反正 另外 國家法國會議昨天 就對澳洲作出一個新的行動 法國會議宣布 基於澳洲聯邦政府某些人 因為冷戰思維和以思形態的偏見 推出系列干擾破壞兩國正常交流合作的措施 國家法國會議決定 由即日起無限期暫停 國家法改委和澳洲聯邦政府相關部門 共同牽頭的中澳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下的一切活動 其實阿爺採取這個行動 都是其來有致 但是熟悉國內的朋友就說 這個行動絕不尋常 因為很少法國會議用這樣的形式來宣布 終止同一個國家的戰略對話 中國為何會這樣做呢? 就跟澳洲近來的系列動作有關係 其中一個就在4月21日 澳洲就宣布引用外交安排政策法 取消了當地維多利亞州和中國簽署的一帶一路計劃的兩份協議 當時澳洲外長就說 這份維多利亞州的協議和澳洲的外交政策並不一致 不僅如此 近日澳洲很多官員或前官員 都發出一些近乎是戰爭的對中國的威脅 例如 近日澳洲內政部秘書長佩祖樂 在一次內部講話裡面就講過 在一個永遠充滿緊張和恐懼的世界裡面 戰鼓敲響 時而微躍 時而遙遠 時愈加響亮 愈來愈近 澳洲必須做好準備 再次派遣我們的士兵去戰鬥 他說這些很明顯是針對中國 另外澳洲國防部長也說 在台灣問題上面和中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不應被低估 大家可能都沒想過 遠在大洋洲另一邊的澳洲會說 台灣如果和大陸發生衝突 他要參與一腳下來 去參加戰爭 這個真是聽起來都覺得 有些匪夷所思 也都覺得澳洲的調子 真是叫得比較高 好 固然退休的官員議員就說得更加激 前澳洲國會議長就向政府提議說 澳洲應該向美國購買核潛艇 準備跟中國開戰 聽到這些開戰的說法 或者澳洲會參加 如果抬去的戰爭衝突的時候 澳洲會參戰的這樣的說法 真是覺得有點可笑 在國際關係上面就好像一個森林 真是講大勢 講實力的 澳洲是一個人口2500萬的國家 現在相對於14億人口的中國 真是小毛見大毛 講什麼打仗呢 澳洲的軍事力量也都不是世界靠錢 經濟雖然OK 也都排不到前列 做什麼講這些可能跟中國開戰的話呢 說許我們覺得他是夜行人吹口哨 自己講這些說話來壯膽 因為自從中澳關係惡化了之後 中國就大量停止澳洲的產品入口 從大麥黃豆到紅酒 什麼都沒得入 生意大跌 就搞到澳洲很多人不滿 在這個前提下 澳洲的總理莫里斯 不但沒有果然更張 改變對華的一些激進的政策 還變本加厲 希望透過反華來提振自己的民望 這些這樣的做法 其實是非常之危險的 特別一個2500萬人口的小國 再去挑戰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 更加覺得有些夢幻 不過西方政治就是這樣的了 一些執政政府未必會做對的事 只會做一些對自己選票有利的事 如果會覺得 反正自己民望都這麼低落 不如搞得激一些 希望駁到激發國民的 一些對外外遇強敵的一個心理 希望一些這樣的戰爭狀態 會激發民眾的支持 他們絕對都是做得出的 這個的確是民主的濫傷